护体 极存有喜 红火望月 生肖蛇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是 关于2024年1月鼠蛇人的运势 在这个月份里 您将会迎来红韵护体 即兴高照 红火望月的美好时光 那么 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要了解的是 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1月的运势整体上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个月份里 您将会得到上天的庇佑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 都会遇到很多好事和好运 这对于你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工作方面 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1月将会得到贵人的帮助和知识 这个贵人可能是你的同事 也可能是你的上司 甚至是你的客户 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机会和资源 让你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 你们在这个月份里的人际关系也非常好 能够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和尊重 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生活中 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2月也会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 比如 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 或者是和家人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这些美好的事情 都会让你们的心情变得非常愉悦 也让你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此外 生肖蛇的朋友们的感情运势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 你们在这个月份里有很大的机会 遇到自己的真爱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 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甚至可能是你在公共场合遇到的陌生人 都可能成为你的另一半 只要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勇敢地去追求 那么你们的感情生活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对于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鼠蛇人在这个月份里的感情生活也是非常和谐的 你们之间的感情会更加深厚 彼此之间的默契也会越来越好 这让你们的感情生活变得更加甜蜜和美满 当然 虽然生肖蛇的朋友们在一月的运势非常不错 但是鼠蛇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这个月份里 你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 在工作中 要时刻保持谦虚和低调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骄傲自满 在生活中 要注意饮食和作息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感情中 要懂得珍惜和付出 不要让一些小问题 影响到你们的感情生活 总之 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一月的运势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个月份里 你们将会迎来红韵护体 即兴高照 红火望月的美好时光 只要鼠蛇人 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那么你们在这个月份里 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同时 也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幸福 最后 祝愿生销蛇的朋友们 在一月的运势 红火望月 事事顺利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每一个潘多拉摩盒打开的背后 都象征着这个盒子 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而这种不稳定性 既跟社会之经济有关 还跟人之生存有关 我们都听到过这么一句话 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什么时候会到来 同样的道理 我们谁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生活何时才能回到 以往安稳的状态 那么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得学会规避生活的风险 让其影响降至最小化 可是 当下的许多人 却活得不轻松 尤其是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 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中 那么 普通人的出路到底在何方呢 或者说 普通人怎样才能缓解生活的矛盾 规避那延续已久的风险呢 这六个真相会给人指明方向 有一个词 我们经常能听到 那就是危机 这世间的一切事 本就是有危险 而又有机会 这两者都是相互并存在一起的 可是 要想在危机中找寻到机会 这是要冒险的 因为机会永远藏在危机的最底层之中 那么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怎样才能获得危险中的机会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稳中途径 先保证一定的稳定 然后再图谋前进 所谓谋定而后动 如果你大后方不稳定 没有一定的根基 那么 你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所以说 过分冒险 这就是一种冲动 而学会稳定生活 这才是为人处事的基本之道 在当下的社会中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么一个词 那就是淘汰 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有可能会被学校所淘汰 从而混不到好的学历 和考不到好的成绩 对于已然出来工作的成年人来说 他们有可能会被社会淘汰 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很多人认为 听天由命就好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这样的想法 还是过分消极了 要知道 这世上所有的成功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说 人要学会充电充能 多去学习 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如果说学会主动学习 这是一种提升实力的办法的话 那么人要学会为人处事 则是将实力转化为现实的有效之法 在新的一年之中 我们最需要做的 便是要在职场中打好基础 有一定的人际关系 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 如果人的饭碗都被打碎了 那么这一年 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幸福可言 要知道 在这个世上 已经不存在什么金饭碗和铁饭碗了 全部都是易碎的玻璃饭碗 对此 人要尽力去稳定自己的工作 这是必要的 因为你的工作 你所赚取的钱财 都是你抵御现实生活 侵扰的有效力气 如果你面对前方的深渊 你会有怎样的心态想法呢 大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心理 那就是过分忐忑不安 不是这里担忧 就是那里仇怨 反正就是心态不好 这样的情况和行为 我们是要极力避免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 人最大的失败 并非是输了生活 输了事业 输了钱财 而是输了精气神 如果你连自信都没有了 那么你怎么可能再次东山再起呢 如果你心态过分糟糕了 那么你怎么可能青云直上 所以说 拥有良好的生活状态 这是人最重要的人生选择 俗话说 富人思来年 穷人想眼前 越是有钱的人 他们越是会思考 来年要怎么发展 从而制定相对应的规划 相反 那些越是贫穷的人 他们的眼界就越是狭隘 只看着眼前之事来做人 这两者 孰好孰坏 孰优孰劣 我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虽然我们做不到后者 可却不能做前者 而是要做到多层次发展 也就是说 你不仅要关注你的主职工作 更要给自己谋一条新的后路 当自己的路子变得多时 那么你将会越混越好 从而能够及时出头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 没有一盏灯 是不需要为黑暗所准备的 在黑暗还未降临到我们身边之前 我们就得学会给自己准备好一盏明亮的灯 当狂风暴雨还没有袭来之前 我们就该加固自己的房屋 让其能够抵御风雨的侵扰 同样的道理 人要想谋求新的出路 就该学会未雨绸缪 击鼓防击 就像你在职场中工作一般 你既要做好升职加薪的准备 也要做好被辞退的准备 这样的准备 便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当你碰到前者时 你要能够轻快前进 而当你碰到后者时 你也要能够后退有序 如此 你才能处于不败之地当中 进可攻 退可守 不畏生活的狂风暴雨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七件 生肖蛇 一生中会遇到三个邪元 但命中注定会和谁一起 鼠蛇人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主题 是关于生肖蛇的人 在一生中会遇到的三次邪元 以及他们命中注定会和谁一起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神秘而引人入胜的话题吧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邪元 在命理学中 邪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负面含义 而是指那些可能会带来困扰 挑战甚至痛苦的感情经历 这些经历虽然困难重重 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 而对于生肖蛇的人来说 他们的一生中会有三次这样的邪元 第一次邪元通常出现在青年时期 这个阶段的蛇人 充满活力和激情 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然而 由于缺乏经验 他们往往会陷入一些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中 如过于依赖 控制欲果强等 这些关系虽然痛苦 但却让他们学会了 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也让他们更加明白自己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第二次邪元通常出现在中年时期 这个阶段的蛇人 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他们的感情生活 却并不如意 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负责任 自私自利的伴侣 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困惑 然而 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们更加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也让他们更加珍惜那些 真心对他们好的人 第三次邪元通常出现在晚年时期 这个阶段的蛇人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他们对感情有了更深的理解 然而 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 让他们感到疲惫和无奈 然而 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们更加明白了 什么是宽容和理解 也让他们更加珍惜那些 能够和他们共度余生的人 那么 生肖蛇的人在经历了这三次邪元后 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根据生肖命理学的理论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位他们命中注定的人 对于生肖蛇的人来说 他们的命中注定的人是生肖猴的人 生肖猴的人聪明 机智 灵活 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蛇人的复杂性格 也能够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和幸福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属蛇人 一定要和属猴人在一起 要知道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 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权 我们可以选择和谁在一起 也可以选择离开谁 关键是 我们要明白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缘分 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都是我们找到真爱的必经之路 总的来说 生肖蛇的人在一生中会遇到三次邪缘 但这些邪缘并不会阻碍他们找到真爱 相反 正是这些邪缘 让他们更加明白了什么是爱情 也让他们更加珍惜那些真心对他们好的人 所以 无论你是蛇人 还是其他生肖的人都不要害怕邪缘 因为邪缘之后就是真爱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曾有人说过 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也许表面上对你很好 可骨子里却对你极其厌恶 就拿说话这件事来说 也许有些人 他们总是跟你夸夸其谈 可就是不怎么喜欢听你讲话 其实 别人看不起你 说着说着 就将你给无视了 这样的行为 那是很明显的 可是 我们大多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喜欢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地相信别人的好 一厢情愿地相信别人的真心 到最后 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地自取其辱罢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非但不以此为教训 还会继续走回旧路 让自己身处在别人看不起的境地之中 那么 到底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才能感觉到 对方对我们的不屑和敌意呢 其实 不管在什么时候 喜欢这么对你的人 一定打心底 瞧不起你 可大多人却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才落得狼狈的下场 总是喜欢打断你说话 不给你任何反驳的空间 不管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圈子里 有些人他们喜欢打断你说话 不会给你反驳的空间 这些人 都是一些瞧不起你的人 为何这么说呢 要知道 这世上最为基础的尊重 就是话语上的尊重 因为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说法 但却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种话语上的尊重 本质上就是一种 个人人格上的尊重 如果一个人 他尊重你 那他肯定会耐心 听你把话说完 而不是随意打乱你说话 搅乱你的语言逻辑 这种人 不管是在职场中 还是在生活里 都是常见的 对于他们 我们不能选择无视 而是要认清他们的嘴脸 然后远离他们 不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 跟你在一起时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从人的心里来看 如果一个人看待你的眼光 是平等且友善的 那么别人就会摆出 缓和且妥协的姿态 在这个世上 小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道国与国之间的政治 其要是相互尊重 就肯定是平等相待的 而不是谁 看起来比谁高人一等 越是喜欢高人一等的人 也许他的本身 就并非是高人一等 而是瞧不起你 因为瞧不起 所以他们才心生自傲的想法 想想看 当你和某个实力 比你要强的人走在一起时 别人动不动就俯视你 或者说不尊重你的意见 你会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会这么做 那就是与对方搞好关系 跟他交朋友 认为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可是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真的能换来别人的尊重吗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力的差距 决定了别人高高在上的状态 也决定了别人 根本看不起你的结果 和你一同吃饭 或者做事时 对你爱达不理 曾见过这么一个事例 某个刚来到单位工作的青年小白 他带身边的同事和前辈都特别好 甚至是以礼相待 不会有任何得罪的地方 而他也就慢慢地成为了单位中的老好人 身为老好人的他 不是今天为人买饭 就是明天帮人端茶 亦或是帮人背锅 反正啥事都干过了 可别人呢 没有任何谢谢他的意思 而且还对他爱达不理 别人想利用他的时候 就跟他寒暄几句 而别人利用完他之后 他也就被人甩到一旁 被人一脚踢开 到最后 他终究是成为了狼群中的羊 不仅被人套路 还活得卑微 在职场中 这种事还发生得少吗 不少 但是 大多人却在其中活得有滋有味 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 面对这些人 自己安慰自己 真的有用吗 没用 只有选择硬气 选择有自己的主见 提高自己的实力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赢得你应有的尊严 你跟他说明真相 他却蔑视你 我们人 经常喜欢跟别人说心事 或者说出真相 每当我们被人算计 或者别人诬陷时 我们总会找一些前辈 或者说是亲戚朋友 倾土新生 在这个倾土新生的过程中 我们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你跟他们说明了真相 道出了新生 别人安慰你两句 然后就算了 要不就是 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什么 而是在背后议论你 做人矫情 没有心理 承受能力 所谓 莫经他人苦 修劝他人善 可是 他们却轻视了你的经历 更轻视了你的为人 这样的做法 就是他们看不起你的特征 所以 现在的很多人才选择少言多行 宁可自己去消化内心的苦恼 宁可掩盖住真相 也不愿说出来 这种情况 终究是人际关系中的悲哀 面对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别靠得太近 因为你不管对他们多好 他们都不会将你的好意放在心上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生肖蛇 哪怕穷了半辈子 最终还是老来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十二生肖 有着各自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特性 而生肖蛇 则被赋予了 坚韧 智慧 和财富的象征 有人说 生肖蛇的人 哪怕穷了半辈子 最终还是老来富 这是真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 我们要明白 生肖蛇的人 为什么会被认为穷了半辈子 却会在晚年老来富 其实 这主要是因为生肖蛇的人 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坚韧和智慧 他们在生活中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总是能够坚持下去 不轻易放弃 他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和高超的智慧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像在大自然中的蛇类一样 鼠蛇人凭着这种坚韧和智慧 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纵使可能会遭遇一些困难和挫折 但是他们总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毅力 最终实现财富的积累 其次 生肖蛇的人在财富管理上 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方法 他们懂得如何在风险和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在不同的投资领域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项目 他们的财富观念比较成熟 不会盲目追求短期的利益 而是注重长期的稳定和增长 这种稳健的投资理念 是他们在中年之后 能够积累起相当可观的财富 再者 生肖蛇的人在生活中 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人格魅力 他们善于交际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能够在社会中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 这种人脉资源 对他们的财富积累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 他们的人格魅力 也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 能够得到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然而 我们也要明白 生肖蛇的人 虽然有可能穷了半辈子 却老来富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的人生 就一定会如此顺利 他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而且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同的 不能完全依赖生肖 来判断一个人的财富命运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 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和积累财富 总的来说 生肖蛇的人 因为其坚韧智慧和独特的财富观念 使他们在人生中有可能穷了半辈子 老来富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晚年人生 就一定会顺利报复 他们也需要在晚年从困难和挑战中不断努力 才能实现财富的积累 对于我们来说 无论我们的生肖是什么 我们都应该珍惜生活 努力工作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积累财富 最后 我想说 无论你是生肖蛇的人 还是其他生肖的人 都请记住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你是否真实地活出了自己 是否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了这个世界 让我们一起努力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 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曾有人说过 每一段关系的背后 都蕴含着百感交集的复杂选择 不管我们跟谁交往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明确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如此 才能判定这个人是否值得深交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 而在这成千上万人中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有些时候 你所遇到的这些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是来算计你的 是来让你感受到生活残酷的现实的 那么 我们就该学会代言识人 千万不能被所谓的情义所迷惑 当我们遵循这个宁缺无烂的交友原则 去交友时 我们会发现 自己将活得愈发通透 不会被一般的过客所欺骗 那些活得通透的人 往往不会跟这五种人有交情 不管这些人多有钱 活得通透的人 都不会跟白眼狼有交情 这世上 有一些人 他们不会念及别人的好 也不会顾及情义 而是会在关键的时候 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人 这些没有什么良心的人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白眼狼 白眼狼式的人 他们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有可能在你的工作单位里 在你的家族中 就存在这样的人 我们为何不跟这些人有关系呢 因为他们最擅长做的一件事 并非是以利谋利 而是在关键的时候出卖朋友 在人的背后捅刀子 对于这种没有什么情义的白眼狼 我们最要做的 就是从他们的身边远离 别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 活得通透的人 都不会跟伪君子有交情 如果有些人 他们表面上的作风特别正派 而背地里却干着难道女昌之事 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 可以说 他们的性格中夹杂着虚伪的一面 而又多了伪善的一面 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 仅仅是虚伪 那是不能够完全概述这类人的 因为他们虚伪的背后 并非是假 而是狠 这种人 我们可以称之为伪君子 面对伪君子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境地中 都得小心为妙 因为伪君子的假人假意 那是能蒙骗别人的 所以说 不跟伪君子有交情 这是一种自保的行为 活得通透的人 都不会跟忘恩负义的人有交情 小时候 家中的老人常跟我们说 在外交朋友 或者是求婚找对象 都要找那些懂得感恩的人 为何说感恩对于一个人而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感恩的人 通常是有温度的 而不懂感恩的人 他们就像是蛇一般 是冷血的 就像是东郭先生与狼中的恶狼 就像是农夫与蛇中的毒蛇 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们 他们都不会感念你的善意 相反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 最喜欢做的 就是在某个时刻 对你发动攻击 袭击你 让你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疼痛 活得通透的人 都不会跟见不得人好的亲戚有交情 在生活中 有一个词 我们经常能听到 那就是见不得人好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 有怎样的成就 都不会有人希望你越过越好 而是希望你尽快倒台 越来越糟糕 很多人都认为 只有外人是不希望我们过得好的 可是 我们错了 我们的亲戚 更是这样的人 要知道 和你靠得越近的人 他们就越会动算计别人的歪心思 因为双方的关系越是亲密 某一方中的人 就越是会进行比较 如果他过得比你好 自然他就没什么意见 可如果他过得比你差 那他就会对你敌意 所谓的羡慕极度恨 就是这些人独有的性格特征 活得通透的人 都不会跟落井下石的人有交情 俗话说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碳南 如果你混得好 那么别人在你身边奉承你 或者说抱你大腿 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可如果你混得不好 那么你会发现 别人就会极度地嫌弃你 甚至还会对你落井下石 能踩就踩 落井下石 就是一种让人的处境 雪上加霜的行为 就像某个人 他的家庭遭受了大祸 需要钱 可就是没有人给他们借钱 甚至还有人还诋毁他们 还他们身陷万劫不复之境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人 其实在生活中 那是很常见的 因为这世上最好的过客关系 并非是雪中送碳 而是别落井下石 因为雪中送碳的行为 终究是过分奢侈了 过分高成本了 除了你的父母 没有人会这么做 所以说 当人活得通透之后 他们就会减少和这些人往来 不是说他们厌恶这些人 而是他们不想受到 是是非非的侵扰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生肖蛇 智慧助梦 迎难而上 蛇是智慧和秘密的守护者 有洞察一切的明亮眼睛 还有在黑暗和光明边缘行走的能力 鼠蛇的朋友们 有了这种自然的洞察力和优雅 你总能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活力 2024年将是鼠蛇人一个 充满启发和创造机会的时期 随着新年的终生 鼠蛇人的生活将迎来新的飞跃 在家庭的世界里 你将能够凭借内心的智慧和细腻的情感 巧妙地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 鼠蛇人的智慧不仅在于如何处理问题 还在于你在预防问题之前的仔细考虑 当所有生肖人争论的暗流涌动时 鼠蛇人你就像一个和平的使者 用你的智慧和耐心 引导你的家人来到和谐和理解的港口 今年鼠蛇人的孩子们将从你那里学到最宝贵的知识 比如理解和宽容 并将其作为生活的重要指南针 鼠蛇人在职业领域 2024年将是你发挥特长和创造力的大舞台 你的思维像蛇一样灵活 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 抓住别人经常忽视的新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 鼠蛇人的创新思维将成为你职业发展的有力动力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管理创新 你敏锐的洞察力和大胆的尝试 都会让鼠蛇人在激烈的竞争中领先 迎来你职业生涯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当然 这会为你在2024年带来许多财富 不用担心 鼠蛇人每次高飞后都会稳定的着陆 当你一路攀登时 以下建议可能会对鼠蛇人有很大的好处 不妨静下心来 好好地吸收其中的智慧 鼠蛇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请不要忽视你的健康和家庭 鼠蛇人需要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让自己有时间放松 在紧张的工作后与家人共度时光 家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一切成功的基石 鼠蛇人你知道 不断更新知识和愿景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不断学习新技能或在未来培养新兴趣 将为你的生活增添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鼠蛇人你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色 但你仍然需要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对于新的建议和不同的观点 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将给你带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深刻的洞察力 也结交许多贵人与好朋友 今年 希望蛇的朋友们能用智慧之光照亮自己前方的道路 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挑战 鼠蛇人都能以优雅的身段和智慧的态度 抓住未来的每一个机会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知乎中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原以为善良就会有好报 殊不知这是在自欺欺人 这番话应该说是毫不含糊的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大多人都给我们灌输着虚伪的善良的思想 却不曾说出现实的残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父母和师长就跟我们说 要做个善良的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只有这样你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对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 甚至还把它当成是人生的做做明 可是当某一天我们出了社会之后 这巨大的社会浪潮就向我们奔涌而来 而我们根本没有逃避的机会和能力 到最后我们内心斗志的火焰都被浇灭了 我们的棱角都被磨平了 就连我们曾坚信的做做明 我们也有所怀疑到底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虚伪的善良是什么 便是别人一直跟你说要奉献 要贡献 要有责任感 而真实的社会是什么 谁越是善良 谁越是跟别人过不去 所以这些做贡献的善良的人 都成了别人的替罪羊或者垫脚石而已 酒喝太多了 会上头 幻想太多了 会着迷 当你处在幻想的空间出不来的时候 你的人生也许就那样了 走出这个幻想的空间 我们才能看到过分善良的人也许再无出路 而虚伪狠辣 或将成为现实的主流 过分善良的人再无出路 善良是什么 是你用一颗善良之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去帮助这个世界的人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这些话 我们大多人都会说 而且说的比这个解释更好听 但是 越是好听的话 越是美好的空话 它越是假的 因为虚假的本质 就是迷惑人心的 你只能看到虚假的一面 却不能看到现实的一面 这并非是现实 而是于善 就像你在职场中打拼时 你如今还敢提善良吗 很多人会说 一些成功学的书籍中 一些名人的话语中 不就经常会说 善良是成功的必要品质吗 说这番话的人 要不就是身居象牙塔上的学生 要不就是那些少不更事的人 试想 谁会告诉你如何成功呢 在职场中 你的同事巴不得你越倒霉越好 你的善良 对他们来说并非是善良 而是一种天真和愚蠢 一个人在这个物竞天择的社会中 越是善良 他也就越是被人当成软柿子 来拿捏成为别人的傀儡 善良在世道中 从来就是一种罪过 谁过分善良 谁就是阻挡别人利益 获取的挡路时 如此 别人还能放过你吗 虚伪狠辣 或将成为主流 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见到最多的 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 毫无疑惑 都是口是心非的小人 和伪君子 这些人 他们满口仁义道德 可被地理 却干着难道女昌之事 你知道吗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人的伪装 其实是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 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 善良美好 都是幻想 这些人 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那些成功的人 都是虚伪到极致 然后伴诸吃虎之人 李宗吴先生就曾说过 纵观历史 所有的王侯将相 莫不是脸后心黑之人 刘邦为了迎向 与啥卑劣之事都做尽了 而他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能赢 啥都不在乎 李世民为了赢得天下 直接把兄弟都杀进了 而且还逼父亲退位 朱元璋为了稳固朱家的基业 基本上把能杀的忠臣都杀光了 这些人 他们都是成功人士 但是 如果他们没有这份虚伪和狠辣 他们能成功吗 人 要想在社会中生存 就得接受这个现实 不接受 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不过是自讨苦吃罢了 人 可以善良 但要在善良背后加把刀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人要给善良加点锋芒 对待弱小 我们要善良 对待那些落魄的孩子 我们要善良 对待没有能力生存的人 我们要善良 而对待你的对手 你的善良就是一种纵容 最后只会害了你 对待你的敌人 你就得狠心 不然别人就会抹杀你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该对谁善良 这种善良该如何去做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果人一味坚守着善良的原则 那你所得到的 不过是别人的算计和针对罢了 如果人能在善良的背后加把刀 那你的善良则是有威胁力的 你身处在社会上 倘若总是强调善良 那你就是别人眼中的阻碍物 终究是要被人清除的 我们常说的老好人 就是上述这些过分善良的人 老好人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说 他们终究是活得失败且无力 当他们遇到了伪君子之后 也许他们会被人算计得丝毫不胜 到那个时候 你想又有谁会帮他们呢 大多人不过是在一旁看戏罢了 在这个人心不古 世道艰难的社会中 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善良 只有手持剑刃和盾牌 勇于还击 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一生安好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五个生肖和三种人要躲春 下半年安康顺利 让我们谈谈2024年为何被称为吴春年 这个特殊的称号源自中国农历 因为在农历中一年被分为四季 而春季是其中之一 然而2024年的农历并没有正式的春季导致了这个特殊的称号 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才会发生一次 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它的影响 那么对于生肖来说 没有吏春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五个特定的生肖 它们将会在这一年中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 但同时也可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 毛兔作为生肖中最受春天影响的一个 兔子在吴春年可能会感到不安和焦虑 然而 这也是一个机会 让兔子们能够学会适应变化 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 四蛇是个聪明的生肖 它们通常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在吴春年 蛇可能需要更加灵活 找到新的路径来克服困难 无马的性格充满了活力和冒险 但在吴春年 它们可能需要更加谨慎 不过 这也是一个机会 让它们能够更好地计划未来 深猴通常充满创造力和智慧 但在吴春年 它们可能需要更加努力工作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也是一个锻炼它们毅力的机会 有机是生肖中的勤劳者 但在吴春年 它们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力 然而 它们的坚韧精神将帮助它们克服一切 除了生肖 还有三种人在吴春年 可能会经历命运的交汇点 这些人可能会在这一年中 面临一些决策和挑战 但也有机会迎接新的机遇 吴春年对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可能是一个关键时刻 他们需要做出 关于未来职业方向的决策 但也可能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然而 这也是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 对于那些计划创业 或已经在创业道路上的人来说 吴春年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和风险 然而 成功的创业者 也可能在这一年中 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扩展业务 如果你是单身并在寻找爱情 吴春年可能会让你感到有点困难 虽然吴春年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但在下半年 一切都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康和顺利 这是因为吴春年的能量逐渐过去 为新的一年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所以 不要失去信心 坚持努力 你将会在2024年取得成功 2024年的吴春年将会对五个特定的生肖 和三种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无论你是哪个生肖 哪种人都要记住 挑战和机会总是伴随着生活的 不要害怕面对困难 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一定会度过这个特殊的一年 2024年的吴春年现象 它可能对你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无论如何保持积极的态度 勇敢迎接未来的挑战 你将会在下半年享受到安康和顺利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曾有人说 人一旦变得穷了 也就没有亲人朋友了 穷 其实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不管你多有本事 都不可能摆脱钱财而生活 一个人 如果他有钱 自然就是宝马叼车厢满路 每个人都家道欢迎你 把你当成是大偶像 大豪杰 可如果这个人没有钱财 那他自然就是穷困潦倒人哀愁 大多数人都会离你而去 不会留下一点深情 只留下冷冷的人性嘴脸 每当谈到钱财这个问题的时候 总有人认为 谈钱太伤感情 谈钱太庸俗 就不应该谈钱 可是 我们不谈钱 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行为罢了 因为你不谈钱 现实就会主动来和你谈钱 把你谈得心服口服 把你谈得内心空虚 我们每个人都要记得这么一个道理 那就是钱财并非是万能的 可它却能解决这世间99%的问题 当你一旦失去它之后 你所得到的99%的事物都会失去 到最后 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 只是一身的狼狈 我们别总是认为人善良 就会有好报 有些时候 在钱财面前 如果你只剩下善良了 那运气会远离你 上天会看不起你 从而让美好也离你而去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么一个词 叫做罪无可恕 这世上 其实有很多的罪是不能饶恕的 可偏偏有一种罪 不仅别人不会饶恕你 就连你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 那就是穷罪 很多人会认为 如果穷是一种罪过 那么这世上 岂不是有很多人都在犯罪吗 古人对此现象早有评论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在豪门大宅里面 有钱人吃着大鱼大肉 喝着浓汤美酒 日子有多快活 就有多活 仿佛就像是天上的神仙一样 可在寒冷的路上 穷人却只能穿着单薄的衣裳 往前行走 到最后 坚持不下去的人 就会倒在路旁 连尸骨都没有人来收拾 你能说穷人就不善良 富人就一定善良吗 那为何他们的生活和人生结果 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很简单 因为前者没钱 后者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管是时候 钱财都能让人驾驭生活 收获幸福和美满 这样的结果 也许会让很多人都不满 可是 哪管是我们不满 哪管是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现实也没用 要知道 钱财就是这世界的真相 在真相和规则面前 穷只能是现实中万劫不复的罪过 在以前 有一户富人家被人偷钱了 当地的官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立刻派人去调查 还挨家挨户去搜寻 可是 和富人同小镇的某个穷人 被人偷了粮食 连过冬都没有粮饷了 他便向官府去报案 可是 官府却没有理会他 其实 这就是一种对比 在很多人看来 有钱人说的话才金贵 他家的财产才是财产 可穷人呢 他们说话无人去听 也没有人在乎 他们过得怎样 是死是活 俗话说得好 有钱到真言 无钱与不真 有钱了 你连打个哈欠都是真理 可没有钱 哪管你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 在别人看来也都是一些废话 我们总是说 人只要善良就好 可是 没钱 哪管你再善良也没用 就像人惹了什么祸事 有钱人只要疏通关系 走走后门 一切也就万事大吉 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可无钱人呢 别人看到你 就像是看到仇人一般 恨不得立刻就治你的罪 省得对着你 遭了晦气 这 不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吗 在大多人的眼中 上天是公正的 他绝对是保佑好人 能够福寿安康 坏人能够早日受罪 可真相是什么 好人不偿命 祸患一千年 有一些农民工家庭的成员 他们干了一辈子 苦了一辈子 患了一身的病痛 很快就离去了 连享福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些有钱人家庭的成员 他们有可能是富二代 不用付出 也不用做事 可却能快活像神仙 一辈子享福 长寿安康 这是什么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在未来医疗 更为发达的社会里面 绝对是有钱人 能有更多的机会 而钱者却只能受苦受罪 想想看 你穷的时候 家人会离你而去 亲人朋友也会抛弃你 如此情况下 你还会遭到雪上加霜的祸事 有可能你的身体出现问题 有可能你的工作突然就没了 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多见的 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传破又欲打头风 上天不会来给你补全漏雨的窟窿 上天也不会给你修好破烂的船只 这一切 只能是靠你自己 只能是靠你的钱财 有道是 天不渡人 唯有自渡 人有些时候 只能自己就自己 否则 就只能是被人无视 连上天都欺负你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2024年生活美满 而孙有福的生效大揭秘 看你上榜了吗 在温暖的家庭角落里 我们经常寻找吉祥的光芒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家庭和谐 事业成功 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 黄道十二宫伴随着我们 给了我们无形的力量和希望 2024年 黄道十二宫的预言悄然传播 让人们渴望家庭幸福 儿孙幸福 事业顺利 然而 在这种温暖的期望中 我们应该坚持一颗理性的心 知道黄道十二宫的财富 只是一种文化习俗 一种温暖的祝愿 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来自鼠蛇人每一种坚持和努力 来自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家庭的珍惜 让我们一起揭示这个预测 但不要忘记 无论天上的星星如何变化 鼠蛇人的每一步 都在为你的命运铺平道路 十二生笑蛇 坚韧之路 稳步前进 在浩瀚的星空下 每一颗明亮的鼠蛇人 都有自己的诡计和故事 在中国古老而深刻的生肖文化中 生肖蛇以其独特的魅力 成为勤奋和坚韧的化身 蛇对中国人来说 不仅是生物的象征 也是精神的载体 承载着无数人 努力工作的希望和梦想 2024年 是蛇朋友们积累工作 和等待收获的一年 在你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下 家庭生活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今年 由于鼠蛇人的智慧和耐心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和谐 你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静心铺平的温暖 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 温暖和照亮了每个家庭的角落 你会注意到 今年小事中包含的 爱会得到特别的祝福 无论是温暖的拥抱 还是家人共同准备的晚餐 都将成为促进家庭和谐的宝贵时刻 鼠蛇人的孩子 在你的关心和指导下 会让每个人都感到骄傲 他们就像花园里的幼苗 在你的水分下茁壮成长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鼠蛇人的稳定和谨慎 就像一片厚重的土壤 滋养着你职业生涯的每一步 2024年 你将见证你的心情工作 并将其转化为丰硕的果实 稳定的风格 并不意味着缺乏创新 而是在变革中寻求平衡 保持增长 这种平衡 不仅会让你在团队中 树立可靠的形象 还会给你带来 前所未有的晋升机会 在你的职业道路上 你将不再是孤独的斗争 而是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可能是你的老板 欣赏你的努力 给你宝贵的指导 也许你的同事 与你并肩战斗 一起迎接挑战 无论如何 你都会感受到 今年团队合作的力量 进入2024年 你的职业发展 预示着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在成功的道路上 更重要的是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持 以下三个建议 将帮助您更好地 抓住新年的机会 继续成长 鼠舌人投资于个人发展 是成功的永恒规律 不断学习 拓宽视野 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 有效的沟通 是鼠舌人和谐的关键 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 倾听 表达和理解 让你成为联系各方的桥梁 鼠舌人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是支撑你不断前进的基础 适当的休息和娱乐 可以让鼠舌人的生活和工作 更有活力 亲爱的舌友们 2024年将是你们丰收的一年 带着这些美好的建议 让我们克服困难 走向更加幸福顺利的未来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佛说 众生皆认为 生死乃是解脱 殊不知人心一解脱 佛便从心生 肉身也可成佛 当人刚降生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 拥抱这世间便是一种幸运 当人随着年龄老去 随风而逝时 每个人都认为 离开这世间就是一种解脱 何为幸运 何为解脱 难道说 生死之事才算是幸运和解脱吗 国学大师南怀锦曾说 有高远的空灵的境界 才可以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宇宙里自由自在地飞 才能得到逍遥 生死 仅仅只是人生的开头和结果 可你在这段旅途的过程中 活得怎样 全看个人的悟性和造化 有些人认为 活得怎样 听天由命就好 不需要想太多 有些人认为 自己的命运全然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不需要理会外在的一切 不管是完全的听天由命 还是完全的自我中心论 都是有势偏颇的 都是走极端的 因为这世间 人不能走极端 而是要平衡 在佛家眼中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平衡的 都是不能走向极端的 《金刚经》中有言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这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不真实的 要想修成真我 就得摆脱在外的诱惑 坚守内心的清静 做到守己守心 而任何守心的过程 就是一个修炼自我的过程 而修炼到最后 便能正心无我 与自然一切融为一体 真正得到内心的解脱 有两个年轻人去爬山 那座山 应该说是较为险峻的 而他们俩人 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也无法登上山顶 当他们从山脚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他们感觉特别累 不知道为何 就有放弃 且不想再爬的想法出现了 一个年轻人说 我们都爬了那么久了 还是上不了去 那就算了吧 与其受苦受累 不如下山吧 说完后 这个年轻人便收拾行囊 准备离开此地下山去了 而另一个年轻人便说 我也感到很累 可我们既然已经爬了一半了 为何就不把另一半爬完呢 我们看过了山脚的风景 为何就不看看山顶的风景呢 说完后 他便起身 准备继续攀登 而他的同伴看到他这样 于是嘲笑他说 那么险峻的山 你还坚持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于是乎 前者便离开了 只留下后者 在一直向前 经历了千难万苦之后 后者终于到达了山顶 而在山顶处 他看到了一间小庙 他便走了走近 他看到有一位老禅师 向他走来 老禅师说道 年轻人 老朽多年都未见再有人爬上山来了 能见到你 是我们俩的缘分啊 我送你两句话 一心可挣千般事 一心可度万众生 年轻人不解 便问道 老前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禅师只回应了一句 这是你的路 何为心呢 那便是这个世界中独特的存在 他能让人成佛 也能让人堕落 真正的成佛 并非叫我们像和尚那么去修行 而是说 要懂得用心去感悟这个大千世界 然后顿悟这空明宇宙 一心便是一宇宙 真正的顿悟 并非说让人装作高深莫测的模样 而是说 要与自然相融 真正让心融入到这个世间中 度人度己 一心便是一众生 很多人便问 这一心又跟我们人生的解脱 有何关系呢 其实 当人的心能融入宇宙天地之时 你也就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何为无我 直白一点来说 便是不以自我为中心 不去过分执着 哪管是得到的 还是得不到的 把心放开就可以了 过分执着 人不管在哪个时候 他都不会安宁 而当他真正想去探究这一生 就好比唐三藏 要历经八十一难 还是无比从容一般 只想传来大道 度化世人时 那便是无我 不管什么时候 要想解脱 要想真正做到明心正义 你就得学会 在一定的程度上 摆脱俗世的烦扰 别被一般的俗念所缠身 而让内心纠结 就像你成功了 你也别过分骄狂 就像你失败了 也别过分自责 要相信 三千尘世 必然是苦乐交织 成败与共的 当你能看透这苦乐交织 接纳这无数的成败荣辱后 你将会看到一个新的天地 那片天地 有佛 有你 有苦难 有幸福 有从容 有坦荡 纵横人间万里 不如新手一方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生肖蛇 有五大特质 赢过所有生肖的人 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 让他们登上大位 赚到大钱 他们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气馁 相反 鼠蛇人将其视位增长的催化剂 并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一 鼠蛇人坚如磐石的意志 十二生肖蛇的人 天生就被赋予了坚如磐石的意志 他们稳重执着 就像在大自然当中的老蛇 无论暴风雨还是烈日 总是咒服夜出作 一步一步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他们最后的成就 以及巨大的财富 就是他们一生不放弃的决心和力量的见证 二 鼠蛇人面对挑战的勇气 十二生肖蛇的人 从不害怕挑战 他们坚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磨练 每当困难来临 他们都不会选择逃避 相反 他们会面对困难 用手和汗水 开辟自己的道路 他们的勇气 就像冬天最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温暖了所有坚持 三 鼠蛇人不懈追求的精神 对于黄道十二宫的蛇来说 满足于现状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总是有不懈的追求 对知识的渴望 对技能的提高 对目标的坚持 他们总是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中 用自己的努力 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奋斗 他们的每一次成长 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和超越 四 鼠蛇人持之以恒的耐力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力量 可以打败时间 那么生肖蛇的坚持和耐力 将是对这种力量的最佳权势 他们不怕长时间的努力和等待 如果他们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他们会默默地付出 直到梦想开花结果 他们的耐力 就像地球上深深的古树 无论风雨 总是屹立不倒 一旦鼠蛇人盯上一个目标猎物 最后鼠蛇人一定会耗死猎物对手的意志 这是鼠蛇人成功的关键 五 鼠蛇人永不言败的精神 黄道十二宫鼠蛇的人 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他们的字典里 没有放弃或失败这个词 他们认为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基础 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基础 他们坚信 只要他们不停止努力 总有一天 他们会到达胜利的另一边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黄道十二宫蛇的人 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态度 写下自己辉煌的篇章 他们是那些在风雨中更坚定 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的勇敢的人 他们的故事就像一座纪念碑 激励着每一颗渴望成功的心 让我们向黄道十二宫蛇的坚韧致敬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不可战胜的事情 只有永不放弃的心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人生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 会遇到看不透的人 碰到难以解决的事 这都是一种人事的魔力 而那些我们所看不透的人 其实他们的城府是极深的 城府是什么 就是人内心秘密和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 能防止别人窥视 阻挡别人的际遇 因为城府就是人的铠甲 在以往 人们培养自己的城府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让自己不受到伤害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城府 也许会成为一个人 谋算他人的戾气 就拿职场中的老江湖们来说 他们城府极深 你不仅看不透 他们是个怎样的人 甚至还不了解 他有怎样的优势和弱点 和这些人一同合作 只有两种下场 要不就是这个人特别和蔼 能助你一臂之力 要不就是这个人居心叵测 把你当成垫脚石 让你深受世道不公之苦 城府不仅仅是城府 换个说法 它可以由铠甲转化为 一把隐形的刀子 进而在你最虚弱的时候 猛地捅你一刀 使你遭受灭顶之灾 对此 大多人就会思考 如何才能对付 这些城府颇深的人呢 其实我们大多时候 只能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要想对付城府极深的人 首先你要摸清他的行事习惯和规律 兵法有云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在对付一个人之前 你要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实力 有什么不足 另外 你还得摸清对方的行事习惯 如此 你才能制定相对应的计划 我们做事 可以慢慢地去做 但不能过分盲目 倘若你连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不知道 到最后 那个越做越糟糕的人 只能是你自己 同样的道理 我们和一个人打交道 应付一个人 我们可以慢慢地去了解他 但不能过分盲目地相信他 被他的表象所迷惑 有可能别人外在所做出来的行为举动 都是来迷惑你的 这时候 你只能慢慢地观察 根据他的每一个行动 来制定不一样的方案 做到敌进 我进 敌退 我退 在不断地试探中摸清他的底细 要想对付城府极深的人 你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这个社会 对付毫无城府的人是较为容易的 可要想对付一个城府颇深的人 那是很难的 难在哪里呢 就在于 别人做事过分谨慎 滴水不漏 不会留下任何的把柄和痕迹 你根本就抓不住他的痛脚 对此 我们就不能有速战速胜的想法 而是要有跟对方打持久战的准备 就像是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和诸葛亮两军对垒一样 司马懿深知诸葛亮 治军严谨 打仗谨慎 阵法娴熟 就不敢和他硬碰硬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缩头乌龟战略 不管你怎么叫阵 不管你怎么羞辱我 反正我就是不理会 而是跟你一直耗下去 所以他耗死了诸葛亮 耗下去的办法 就是一个相互拉扯的行为 双方都一直在对弈着 可就是难见胜负 那么 在相互保持平衡中 让对方露出破绽 才能一举灭制 要想对付城府极深的人 你要有后发制人的智慧 人 如果有着极其深厚的背景和实力 那么 他也就能做到先发制人 让对方承受你的打击 可是 在这个社会 又有多少人是背景深厚 实力超群的呢 其实 没有多少人 大多数人 都是普通人罢了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想要胜过别人 超越那些城府极深的人 你就得有后发制人的本事和智慧 什么是后发制人 那就是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 你要先避其锋芒 然后偏拘异于 默默地发展自己 积攒实力 从而等待时机的到来 第二步 就是你发现时机到来了 对方也没有了以往尖锐的锋芒 那么你就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他 甚至要做到完全斩草除根 只有你将这个城府极深的人连根拔起 你的后发制人 才是有成效的 要想对付城府极深的人 你要足够狠心果决 俗话说 人不狠 站不稳 一个人 如果他过分优柔寡断 那这个人终究是难以成就大事业的 因为优柔寡断的行为 特别容易使人丧失机会 就像是袁绍和曹操在关渡时的对战一样 袁绍原本就在实力上压过曹操一头 倘若他听从谋士的建议 果断闪击曹操的大本营 那么北方的胜利者就是袁绍了 可袁绍 他虽然有一手好牌 可却被打烂了 为何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够狠心 不够果决 过分富人之人了 正如曹操对他的评价一样 袁绍色力胆薄 好谋无断 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力而望命 非英雄也 人 想要圣人 想要压过别人一头 就要内心够狠 信念要坚定 别总是犹豫 而是当机立断 抓住对方的弱点 便死磕下去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总的来说 要想对付城府极深的人 你就得耐得住性子 守得住内心 眼光得长远 胸怀的开阔 容得下耻辱 看得透人心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2024年 是农历甲子年 也被称为吴春年 根据传统民俗来看 吴春年说的是在农历甲子年中 没有历春这一传统节气 这是由于农历年份 与节气之间的周期 不完全吻合所导致的 吴春年 是指农历全年都没有历春的年份 为了适应寒暑的变化 古人在农历中每十九个年头加入七个润月 导致十九个年头里有七年里没有历春 民间盛传寡年吴春不宜结婚 比如 2005年 今年是吴春年 2008年 鼠年是吴春年 2010年 虎年是吴春年 2013年 蛇年是吴春年 根据中国的农历 在吴春年 农历正月初一及春节落在历春之前 正常情况下 春节应该是在历春之后的 因为历春标志着农历年份的开始 然而 在吴春年中 春节早于历春 所以被称为吴春年 2024年是吴春年 老话说吴春青龙年 四人要躲春 四人是谁 吴春青龙年指的是 是在农历甲子年中 没有历春这一传统节气 同时 该年份被称为青龙年 青龙年是甲子年中的第四个年份 每隔15年才会出现一次 在吴春青龙年 由于没有历春这一节气 传统上认为春天尚未来临 因此 人们会采取一系列习俗 来祈求平安和健康 其中 四人要躲春 根据十二生肖的形象课关系来看 鼠龙 猴 蛇 猪的人在吴春年里 被认为容易遭遇厄运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迷信 并没有科学依据 当然 躲春是一种传统的习俗 有的地方在吴春年 尽量避免出门 尤其是要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 以免遭遇不力的影响 这是因为在吴春年里 受到五行相冲 至于怎么躲春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尽量不要离开家乡 避免外出旅行或长途出差 以免在陌生的环境中遇到不利 尽量避免参加大型聚会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注意休息和锻炼 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预防疾病的发生 吴春年对鼠龙 猴 蛇 猪的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年 可能需要更加小心谨慎 可以多加留意身边的事物和人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习俗并非科学的依据 而是源于传统文化观念 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遇到困难时 也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 并且积极应对 而不仅仅依赖于 避讳一些特定的年份或习俗 总之 2024年是吴春年 根据武行乡克的理论 辛金乡克丙火这一关系 使得吴春年中的鼠龙 猴 蛇 猪的人 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利 然而 这种观念仍然属于民间传统 缺乏科学依据 因此 无论是2024年 还是其他年份 无论是鼠龙 猴 蛇 猪 猪的人 还是其他属相的人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机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古人有言 善而得高者 家旺而多福 恶而无得者 家败而子狂 一个人 如果他能心怀善良 有着崇高的德行 那么这个人哪管混得再不好 家庭也终究能够兴旺 子孙后辈也能多有福气 一个人 倘若内心险恶 做人没有一定的品德 那么这个人的家庭 绝对是容易衰败的 而且 他的子孙后辈 也都是些桀骜不驯之人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上良 不正下良歪 长辈没有一定的德行 那么子孙后辈 也就没有效仿的榜样 而用传统一点的思想来说 那就是 善这种品质和他的福气 其实是会流传的 不仅会对个人友谊 更能会对子孙后代友谊 我们做人 为何强调善良 强调有德行呢 因为所有的善与德 就像是一条小溪 终究会滋润沿岸的万物 能让慈悲抚慰众生 所谓善德无量 修而万成 不管是善良 还是德行 其实是永无止境的 而我们人 只能一直去追寻 一直去修炼自我 那么 怎样才能修养善德呢 用儒家思想来解释 就是修身 用道家思想来解释 便是天人合一 用佛家思想来解释 便是度己度人 不论是哪一种思想 就其根本便是修炼自己的内心 在很多人看来 我们一个人要善良 就得做一个有慈悲心肠的人 能够对万事万物以善相待 在不断的善行中 修养自己的品德 而我们大多人 其实都不明白 何为善行 认为自己去放生一些动物 去做一些善事走过场 便是修养自己的品德 其实并非如此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这世上 没有一种善 是能够伪装出来的 所谓的伪善和假善 不管表现得多好 它都能被人看穿 曾有一个妇人 她近段时间过得不好 便学别人去做善事 花了大把的钱财 去买动物放生 可还是没有用 心中还得赌得慌 有一天 她来到寺庙之中 便问老禅师 她说 老师父 我已经把该做的善事 都做了一遍了 为何还是感觉内心不畅呢 老禅师听完她的善行论述 便说了一句 你所做的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善吗 面对乞丐 你是否有施舍一碗热粥的心 面对农民 你是否能体谅他们的不义 妇人听到后 其实她很惭愧 因为她知道 自己的善并非是发自真心的 而是想能够借助善行 来摆脱当下的困扰 但是她却不明白 这世间只有一种善 那就是从内而外的善 而并非是虚假的伪善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 其实我们都强调修心和修身 在很多人看来 修身和修心 这不都是修身养性的说法吗 这跟善德又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一个人 如果她的内心不够善良 缺乏了真诚且淳朴的气息 那力气终究会加诸于她的身上 让她毫无慈悲之心肠 一个人 如果她不懂得让自己的外在行为 和内在思想符合善的准则 那不管她怎么做善事 也都是一无所得 曾有人说过 内心有佛 人必然便能成佛 为何这么说呢 倘若你内心是无尽的深渊 和无休止的算计 那你个人将很难感受到善良的气息 乃管你每天求神拜佛 也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如此 为人处事 就得先修好个人之心 然后才能完善个人的思想行为 到最后 这个人才会有质的变化 善 就像是一颗种子 你不去种在心田里面 而是种在身外 那你的心终究不会有真善的存在 而善德 只会离人越来越远 曾有人说过 没有一种善良 是能摆脱人而存在的 要想真正实现善德 我们必须从天道和人道入手 然后将这两者交融在一起 以善相合 以德相生 何为天道 其实没有那么玄乎 就是自然的规则 社会的法则 而什么是人道 那就是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一个人能遵守自然规则 遵守社会法则的人 他们也就能顺从天道 顺从最基本的历史潮流 不做历史发展的党路时 一个人 如果他的行为阻碍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那么他就是逆天而行 到最后受到伤害的 终究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而如何遵从人道呢 那就是在天道的范围内办事 助社会和自然一臂之力 推动历史的发展 因为从个人延伸到自然社会 这种善才是大善 有道是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这样的做法 非真心为善者不能成 为何 因为纵观古今 有此等格局和胸怀的人 他们的人生和成就 一般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说 一个人 哪管身处在污浊的世道中 也要有大善大爱之心 如此 人才能以微弱之荧光点亮黑夜 以善良之火融化冷漠寒冰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2024无春年 五个生肖与三种人的躲春 秘籍 下半年安康又顺利 在2024年 这个特殊的无春年里 哪些生肖和人群 需要特别注意 以及如何通过躲春 来化解不利的因素 让自己在下半年 安康又顺利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2024年无春年的特别之处 2024年是农历的假辰年 也就是农年 这一年没有历春这个节气 因此被称为无春年 在传统习俗中 无春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 需要我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运势和健康 那么 哪些生肖和人群 在2024年需要特别注意呢 第一个生肖就是龙 作为2024年的本命年生肖 龙年出生的人 在这一年里 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挑战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运势和健康 其次 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生肖 就是狗生肖 在2024年 狗年出生的人 会面临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第三个生肖就是兔 在2024年 兔年出生的人 会面临一些事业方面的问题 需要更加努力工作 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第四个生肖 就是鼠鸡生肖 在2024年 今年出生的人 会面临一些财运方面的问题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投资和消费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最后第五个生肖 就是鼠 在2024年 鼠年出生的人 会面临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情感处理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除了以上提到的五个生肖 在吴春年 还有三种人群 也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种人 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 在2024年 这类人群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避免过度劳累 同时也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第二种人 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群 在2024年 这类人群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心理和情绪 避免因为压力过大而引发的健康问题 第三种人 就是感情比较脆弱的人群 在2024年 这类人群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情感处理 避免因为感情问题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健康 那么以上三种运势较差的人 在2024年 最好进行躲春 我们要做到的第一点 就是保持积极的心态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 这样才能够化解不利的因素 其次 我们要做到的第二点 就是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接下来 我们要做到的第三点 就是处理好人际关系 在与他人相处时 我们要尊重他人 理解他人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这样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 我们要做到谨慎理财 在投资和消费时 我们要理性分析 避免盲目跟风 这样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小人往往要比君子要多 其实 小人多不多 和我们的关系是不大的 但是 一旦小人欺负了你 或者算计了你 那么 这事也就跟你有关了 当小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一般会选择怎样的做法呢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忍忍就算了 如此 很多人也就会被小人一直拿捏住 成为小人砧板上鱼肉 曾有人对此现象评论到 我们中国人总说要忍 殊不知无限度的人 就是对小人的纵容 为何小人会越多越多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人 而不懂得反击 当我们都懂得反击小人之后 你会发现 小人忌惮你了 也就不敢来欺负你了 这样的做法 便是立威立士的做法 那么 我们该怎么去反击呢 就要有这几种手段 在中国社会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番话 一直被我们当成是至理名言 因为在大多人看来 能动嘴巴就能解决的事 就不要非得针锋相对 而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 刚开始面对小人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 为何呢 因为人要学会先礼后兵 一个有本事的人 不会说一上来就和你争个你死我活 而是要看看 有没有妥协的余地 如果对方向你妥协 那你就不必过分为难对方 做到见好就收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对方不向你妥协 那你就可以不必对他客气了 因为你已经表达过和善的态度了 倘若在妥协 别人就会嘲笑你软弱 更会来欺负你 所以说 人在单位 不管遇到谁欺负你 先平心静气 传达出善意 先礼后兵 实在不行 再见招拆招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人如果没有打出第一拳的勇气 而总是退让 那别人欺负你 这是必然的 因为 在这个弱弱强食的世界里面 没有人是会对你善良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 善良都是自己争取回来的 而不是别人施舍的 别人对你善良 要不就是别人可怜你 要不就是别人敬畏你 而别人对你不善良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别人看不起你 其实 我们不需要别人看不看得起 只要自己能做好自己的本分 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说 当被小人欺负时 要当机立断 判断你和他的实力 如果实力差不多 就可以进行反击 让对方受点教训 往往让小人经受过教训 你才能奠定你的职场地位 打得一拳开的方法 其实是针对实力 差不多的敌人而制定的 假如对方的实力比你强 或者说 那个小人是你的上司 那你无论打多少拳 都是没有作用的 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碧其锋芒 就像是一头发狂的牛 向你撞来 难道你还要以血肉之躯 去与之相拼吗 这是不理智的 也是过分盲目的 一个人 如果为人处事过分盲目 那他终究会成为别人的盘中参 而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要学会躲避别人的进攻 将自己的七眼压下来 然后身居偏僻之地当中 让别人无视你的存在 我们要明白 被别人无视 这不是什么羞耻之事 而是培养自己能力 培养自己势力的大好时机 人 只要能在未来的时间里找到时机 终究能一击急迫 一雪前耻 很喜欢一句话 那就是半猪吃虎 闷声发财 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你就不能显露出自己真实的才华和能力 而是要懂得伪装 懂得隐藏 一把刀子 往往在隐藏起来的时候 才是最具杀伤力的 相反 如果你啥都表露出来 那你就是别人眼中的透明人了 不管你做什么 都能被别人一眼看穿 就像你在职场中遇到了小人 你就得先装作憨厚的样子 迷惑他们 降低他们的警惕心 如此 你才能找准某个机会 一招而重击对方 让对方对你产生畏惧感 不再敢欺负你 这样的行为 是隐忍的进攻行为 而如果你不擅长进攻 只擅长防守 那么 学会默默做事 闷声发财 则是最好的选择 何谓闷声发财呢 就是你有什么成就和财富 都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因为你故意让别人知道 别人一眼就能看透 从而没有威慑力 而只有让别人自己去猜 可又猜不着 忐忑犹豫 这 才能让别人对你产生敬畏之心 所以说 人在单位 想要混得好 这是一门学问 而如何将这门学问中的技能 发挥到极致 则需要我们见机行事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生肖蛇别不当回事 今晚必有三喜 谁借谁发财 一旺旺三年 鼠蛇人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 是关于生肖蛇的一些神秘力量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十二生肖有着各自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神秘力量 而生肖蛇更是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寓意 2024年以后 据说鼠蛇人将有必有三喜的神秘事件发生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吧 首先 我们要明白 生肖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动物 它象征着智慧 财富和权力被誉为龙的传人 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故事和传说中 蛇都是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动物 比如在《白蛇传》中 白蛇就是通过千年修炼 最终化身为人 与许仙相爱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蛇有着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力量 可以改变命运 实现人生的逆袭 那么 今晚的必有三喜又是什么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三喜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词汇 意味着连续发生的三件喜事 这三件喜事可以是任何事情 比如生职加薪 买房买车 结婚生子等等 而今晚 据说生肖蛇的人 将会有必有三喜的好运降临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更是一种对生肖蛇人的鼓励和期待 那么 为什么只有生肖蛇的人 才能接到这个必有三喜的好运呢 这是因为在十二生肖中 生肖蛇是唯一 一种能够自我蜕变 自我更新的动物 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能够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下来 因此 生肖蛇的人 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 最有韧性的人 他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今晚的必有三喜 就是上天对生肖蛇人 这种坚韧不拔 永不放弃的精神的一种奖赏 只要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鼠蛇人在2024年 一望就往三年 当然 这并不是说其他生肖的人 就没有机会接到这个必有三喜的好运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好运 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是否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只要我们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总的来说 生肖蛇的必有三喜 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祝愿 是对生肖蛇人的一种鼓励和期待 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智慧 有任性 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鼠蛇人一望往三年 最后 我想对所有生肖蛇的人说 今晚 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个必有三喜的时刻的到来 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 实现我们的梦想 同时 我也希望所有的鼠蛇人们 无论你们是什么 现在正经历什么挫折 都能够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最终 鼠蛇人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千万记得 永远不要放弃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曾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为何当下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都对社交感到淡漠 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有一部分人认为 自己不怎么喜欢社交 是因为自己享受独处的过程 不愿意被社交的事事非非所连累 而有一部分人则认为 自己在社交中受到的伤害 已经够多了 就不想再受伤下去了 于是就选择对社交冷漠 其实 对于社交这件事 本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人们思想的变化 如今大多人的选择 貌似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 体现在他们对于社交的态度 现在的很多人 他们对于社交 其实是无感的 宁可一个人对着手机 也不愿对着那些所谓的朋友 对于这个问题 在几年前 就曾有一位社会学家说过 当智能手机和网络普及之后 看似会愈发密切的人际关系 终究会衰落下来 手机和网络化的普及 为何会让人际关系衰落呢 其实 这不仅仅是网络和手机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大多人都对社交 有了新的看法 西方有位作家曾写道 每一段人际关系 就像是月亮围着地球转 可终究 他们隔了难以指数的距离 在生活中 为何我们人要选择社交呢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看到别人交朋友了 自己也想交朋友 不想被人甩掉 成为角落中的孤独者 这样的行为 终究是较为跟风的行为 可是 却让一部分人特别推崇 在他们看来 自己宁可选择合群 成为圈子中的傀儡 也不愿一个人去活着 成为一座孤岛 有这样想法的人 终究是较为年轻 也没有受过伤害的人 当这个人受到过伤害之后 其实人的态度 立马就会发生 180度的转变 一个合群的人 立刻变成一个不合群的人 这种转变 只需要一次伤害 只需要一次流泪的过程 那么 现在很多人 他们不想社交 就是因为他们看透了这合群的本质 也被伤害过 那么 他们就会绝情地远离社交 这看似热闹的人际圈子 其实里面的复杂程度 那是让人感到忐忑和纠结的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远离社交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网络 在如今社会 有些词我们经常能听到 什么宅男 什么宅女 什么佛系 为何这些词会频发呢 就是人们受到了网络的影响 在这里 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认为是手机有趣 还是与人交往有趣 如果在十多年前 绝大部分人 肯定会选择后者 但是 放在十多年后的今天 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 在他们看来 社交关系那么虚伪 那么复杂 动不动就是算计 动不动就是人情冷漠 我们何必参与其中呢 而在网络中 你能玩游戏 你能和天南地北的人交流心得 也能通过APP看资讯 这不比现实的冷漠要好多了吗 带着这样的想法 很多人都将重心投入到了网络当中 而将自身从社交中抽离出来 想想看 在以往 你为了融入群体中 下班吃饭都要跟别人混在一起 现在呢 已经很少人去线下吃饭了 大多人都成为了外卖点参大军中的一员 如此 当大多线下的社交方式都被网络取代时 人们就会对社交感到冷漠 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人际关系的逐渐冷漠 以及网络的普及 这让大多人都选择一个人生活 离群来群往的生活模式越来越远了 这里就肯定涉及到 合群和不合群这两个问题 对于合群和不合群 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其实这两种选择都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它们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关键是看人之选择 如果人认为自己喜欢合群 那就去合群 而如果人觉得自己厌恶合群 那就选择独自的生活 这是自由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要明白这世上的很多事都不是绝对的 既然会有一部分人对社交感到淡漠 就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对社交还保持着应有的热情 可我们要清楚 不管是哪种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在网络化的时代 也许你不再喜欢社交了 也许你还坚持着原本的想法 那么 不妨将自己想坚持的想法持续下去 这就够了 而不是随意跟风 人云亦云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看看今年鼠猴的运气 鼠猴人在2024年过得好不好 伴随着2024年的到来 人们的命运走向会迎来全新的变化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发展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鼠猴人在2024年运气如何 鼠猴人在2024年事业方面表现得不是很好 工作当中遇到的难题比较多 因此容易变得消极 甚至还会失去对工作的热情 而心态上的改变必然会影响职业的发展 所以鼠猴人在这个阶段务必要摆正好心态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请求同事或者是朋友帮忙 不要一个人死扛 不过到了下半年 事业上会迎来一些转机 特别是职场的上班一族 能够顺利完成领导安排的业绩目标 业务水平也将因此提升不少 而与此同时 也会得到不错的奖金和提成 鼠猴人在2024年的财富收入表现还算可以 虽然上半年工作不太顺利 会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 但是到了下半年 伴随着事业的发展 收入各方面会比过去有明显的增长 另外鼠猴人在这个阶段 偏财运是相当不错的 特别是喜欢投资